今天是GIS and智慧程式的第3篇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政府Open Data与实作 那首先呢 何谓智慧程式 简单来讲我们利用物联网AI或云端的工具来增强 城市里面的事业 公共事业 譬如说水、电、瓦斯或是其他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增强 比如说加强民众资的权利或是加强决策功能之类 那我们可以增加这些资料的互动性 然后提升政府的管理效能 并且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 那GIS呢简单来讲就是地理资讯系统 它整合了众多的资讯模型与医生 那我们可以把位于真实的世界的资料 或是真实世界所看到的放到数位平台里面 那就可以去把真实世界里面的环境 地形 建筑跟管线去做 建构在虚拟世界上面 并且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些资讯 资料 变成进行分析 提供管理者去进行决策 提升 效能 好 那用 GIS实现智慧程式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实现 好简单来讲 我们要先 有资料 所以我们会 先把所有的资料去进行收集跟整合 那无论是手动或是人工的 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进来 并且去把这些资料去做 即时处理 以及视觉化 那并且能将这些资料 透过分析 去做 或是他 有些模型 变成 或有些model 去把这些资料 变成资讯 并且 分享给其他人 或是其他人 在增加一些新的资料进来 去做协作的动作 好 那我们最后就可以去把这些资料 跟资讯 整通证起来 并且去做一个决策 实践的功能 那OpenData呢 我们今天会做到的事情 我们会 将 OpenData里面的资料 去进行 收集跟整合 并且将这些资料 做视觉化 那我们会用一些分析工具 去做分析 并且分享给其他人 去做使用 那何谓政府OpenData 那政府OpenData 这个 定义呢 是在 在 政府开放资料平台里面 所提到的 我们可以 让 政府施政透明 提升民众参与 公共政策议题 那并且呢 经由政府资料的开放 来促进跨 机关资料流通 并且提升 施政效能 满足民众需求 以强化民众监督政府的力量 那在我们最近呢 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 我们有做了一个 公费COVID-19 家用快筛式 及发放定点 查询平台 那这个平台资料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让 民众搜寻地址 或自身定位 那我们可以去 设定搜寻的范围 比如说几公里 5到15 0到15公里 那并且他可以帮你 把你家附近 或是你自己 定位的附近的资料 然后里面的 快筛式 即发放的 诊所给找出来 那我们的分析结果 放在这个地图上面 去做展示 那 图台的展示呢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利用 自己的位置 那并且设定好他的 公里范围数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找寻我的位置 去把这个你附近所拥有的资料 诊所的地点给抓到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搜寻 找到你最近 或是最适合的距离 去做 去 去询问这些 快筛式 那这些 那这个 这个平台的资料 是从哪里来的呢 简单来讲在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这里 他有一篇新闻稿 他有提供了 快筛式技家用诊所的地图 他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地图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网址跳过去 那其中呢 他有一个叫做资料下载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资料进行下载 那你就可以看到政府的open data 那我们增速的名单 那并且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资料给下载 下载下来 好当我们下载完资料之后呢 他是csv档 好我们可以先开启看一下他资料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地理坐标的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将资料 放到我们的online 或是adress enterprise上面 那我们可以登录账号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 内容页签上面 新增新项目 好我们可以点一下 那并且呢 把你 我们刚刚在下载csv的资料 进行上传 好那上传之后呢 他会把你资料结构呢 进行读取 你就可以看到他里面的资料的 栏位跟他的类型 那并且我们按下下一步之后 他会问你的位置的 精度跟维度 是哪一个栏位 接下来我们按下一步 那并且呢 他会叫你 去做一些标题的一些设定啊 跟一些 标签上面的注记 接着呢 我们按储存 那并且进行发布的动作 那么发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webmap里面 做出一个专案 我们可以将地图 我们的资料去做视觉化的动作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去更换一下这个地图里面的底图 我们可以调一个适合这个呈现的一个 一张的好看的一个底图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资料 去做一个图帧上面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用自定图片 将你要的图片放上去 并且按下完成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在 弹跳式视窗呢 去设计自己的 栏位 比如说我可以不要看到序号 可以把限视别的别给去掉 或者是乡镇市区 那另外呢 可能是英文的栏位呢 我们把它变成中文 的栏位 比如说精度 以及维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将 这张地图呢 储存起来 好 那并且呢 储存完 我们可以去新增它的一个标题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从别的 我们之前所做出来的一个 图胎呢 复制下来 那并且贴上 那并且新增一个标记 那这个标记呢 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去搜寻这张地图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分享 那我们可以分享给任何人去做使用 并且建立一个网络的图台 我们这边呢 会建立一个Web App Builder 提供给其他人去做使用 好 那我们进到我们Web App Builder 之后呢 我们可以 从主题 切换到自己 想要的样板 好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针对主题里面 去更换你的样板的颜色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你的地图 并且去调整你的地图预设的位置 好 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 Web App 那个Widget 也就是所谓的小工具 那我们可以挑选我们的 Near Me 靠近我 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刚刚的 图帧 图帧 那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文字 让使用者呢 可以去寻找他的地址 或是他的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 再去搜寻图帧里面相关的 比如说 诊所名称 或是诊所地址 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去 让他显示 地址的 和诊所的地址 那再来呢 那我们可以针对搜寻设定 比如说可以去增加我的位置 或者是他的一些 可以在图面上按 按按钮 之后就会 出现搜寻的结果 那并且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搜寻结果后的样子 也就是比如说 你点一个点之后 他会长什么样子 那并且呢 他的范围 那个框 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试着 去使用他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 选择之后 出来的结果 那并且呢 你的诊所的名字 以及他的功力数 那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 设定 一些 名字啊 或名称 或是谁制作的 最后我们可以按下储存 那并且可以去启动他 他就变成一个新的 Web Map 图台 好 那 最后 Open Data 对于政府来说 是一项 变明 又立明的政策 它可以让城市 迈向智慧的一个基础工作 因此如何将 资料 变成让民众 易读 以及让 电脑易读 这两个面向就变得 至关重要 让民众易读 可以让更多民众得到知的权利 而让电脑易读 则可以让资料 更方便分析 从资料变成资讯 进而产生回馈 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